我要帶著你們直接 通過運動 瘦成一道閃電 坐不下來 算了我坐地上好了 好累啊 話不多說 直接跟大家說明 我這一次的KIMIBA 30天減肥大企劃 老實說 對一個已經不是妙齡的女子來講 犧牲非常的大 來賓請掌聲鼓勵 幫我刷一波愛心 我好需要愛心喔 我要帶著你們直接 通過運動 瘦成一道閃電 而且那個閃電是屬於東方人的閃電 一、二、三、四、三、六、七、八 結束 Oh my god 我來讓你們看一下我的汗 有沒有看到我的汗 還有震撞力 我的媽真的好帥 你們看到我全是石頭 你們看到我還在流汗 你們看到我的汗嗎 背也都是 今天是 PVBO30日減肥氣化的Day2 那我可以讓你們看一下 好來今天的數據 我現在的體重是57.9 我的體脂肪 我的體脂肪 從18 這三個月裡面 從18來到27.3 把我的內臟脂肪 從1來到3.5 那我是怎麼樣把我的內臟脂肪 從1吃到3.5 我大量的吃加工食品 含糖飲料 還有酒精飲料 老實說 我也不確定 我這三次切 可以達到什麼樣的變化 有沒有看到我濕的程度嗎 摔一波愛心給我吧 第一個呢 是我今天的第一個主題是 為什麼 從下半身開始練習 先把你下肢的核心力量 建立起來 如果你是想要雕塑出 修長的比例身形的朋友呢 你一定要從你的下核心運動開始 8 7 6 5 4 3 2 1 3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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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結束 汗是慢慢的湧上來 心跳加速 但還是可以講話 核心好 然後全身性運動為主的人 這樣的訓練為主的人 其實就算胖也是均勻的胖 他臉挖草 我覺得今天的運動內衣算是 我的運動內衣收藏裡面 相對害羞的一件 好,我今天的問題要告訴大家 就是如果你膝蓋內原會痠的同學 代表你很習慣內八腳 你很習慣壓你的膝蓋 所以請你永遠都要在做KIMIBA的運動的時候 讓你的膝蓋頭是朝左右方 結束 你感覺如何? 一直有人問我說為什麼要做球 因為我在做球給你們啊 雙關語不好笑 今天要來告訴大家 什麼叫做泡芙人 然後我覺得泡芙人應該算是 大部分東方或亞洲人最常面臨的問題 在胖子跟瘦子之間還有一大群人 這一群人的困擾叫做 穿衣顯瘦 脫衣有肥肉 脫衣有肥肉的定義就是呢 當你把衣服脫掉之後啊 你會露出來的鬆弛 沒有彈性 還有沒有線條的身 也沒有線條的身材 我現在陪你們一起 你們不要傷心 因為現在KK你可以這樣稱呼我 我是 是 傳說中的瘦胖子 你也可以叫我 Skinny Fat型的泡芙人KK 要開除了 坐不下來 算了我坐地上好了 好累啊 大家晚安 晚上好 今天是禮拜二 然後也是我的 Kimi Bar 30天減肥企劃的Day 7 為什麼肥胖的人 反而可能比泡芙人來得活得久 畢竟啊 為了支撐這個超重 已經超重的身體 現在指的是所謂的 大家一般嘴巴裡說的胖子 泡芙的脂肪身底下 起碼就是還會有相對 相對足夠的肌肉 那這些相對足夠的肌肉 保證了什麼呢 保證它的基礎代謝 會在一個穩定的數字 那泡芙人呢 你們知道 雖然他沒有被貴類在胖子 可是他的肌肉量就是可憐 就是要用那點可憐的肌肉量 別提了的肌肉量來形容 那這些人呢 很有可能他們有一個習慣 就是特別喜歡用節食的方式來減肥 而不是用運動的方式 如果以下三點中了兩點以上 你就是傳說中的 的泡芙人 哪三點 一 肉相當鬆弛 二 容易累 三 體濃差 好話不多說我就要開始脫衣服 教你們運動了 三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結束 我要靠著我好累喔 今天開始就是第二週的小目標了 那大家可以複習一下 祝大家 晚上 有個好夢 Good night Bye Bye 我們今天呢 主題你們一定會非常的喜歡 去иг用 我們等一下 我們下次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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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